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徐青春的视频 就是一期我5月份购入的彩妆 以及大型生活用品的分享视频 这些的东西也是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买到的一个特别实用的神器 因为大家都在问我 我一般夏天穿吊带或者是穿连衣裙都穿的什么内衣 像我之前的话就穿的是那种无肩带的内衣 但那个很容易掉就比较尴尬 然后后面就换成那种乳贴 别的那种乳贴的话我觉得戴着也不太舒服 今年我就种草了一个这种无菌肤贴 它是这种一用的 我是花了38块钱买了80片 所以说平均算下来的话 就一天用两片还是蛮便宜的 我买的是这个 而且它是一用的嘛 所以说就比较安全比较卫生 打开以后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那种大型的创口贴一样 就贴在身上的话也还挺好的 我觉得比乳贴要好用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个它也还是挺粘的 不过这个呢 你自己用了一天以后 就把它撕下来的话 它可能这个粘性有点大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疼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小缺点嘛 不过我觉得它还挺便宜的 而且挺好用的 第二个产品呢 就是我最近的新成 就是我一直的这个眉笔 也是我最近买的 我买的是一个02号色的自然棕色 就这个颜色的话是比较自然的嘛 而且我感觉我最近的化眉技术 好像是有一点点进步了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出门 去花5块钱专门修了个眉毛有关 这个眉笔呢它是一个两头的 就是一头是这种眉梳的形状 就是你换眉毛之前给你的眉梳梳一下 然后这边呢就是这种比较细的眉笔 我觉得这个的话还是挺好用的 因为它这个笔头也是比较细 而且它的上色呢也还挺好的 就是它的上色度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这个的话我自己也还挺喜欢的 第三个产品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收到Hayden家送给我的礼物 它里面呢是有高光啊有唇釉啊 也有眼影那些 我自己用的觉得还挺好用的 如果大家想看测评呢 也可以在单位里面扣个1 我再帮大家测评 然后这一次呢主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这三只蝴蝶唇釉 它的包装呢就是这种白色的管状 然后管状上面呢是有这种冰裂纹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的 然后呢它这个镂空的蝴蝶 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色号的颜色 而且它们家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取名字 每一个名字都对应它们专属的色号 就是还挺用心的 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三个色号 第一只呢就是左华心动 这个色号呢它是一个枫叶红色 是一个很显白的颜色 涂在嘴上的话就像巧克力奶霜一样的化开 很有质感 而且它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奶油香味 很好闻 第二只呢就是这一只右华热恋 它就是像熟透了的山楂一样 就是满满元气 很活泼可爱 比较适合甜美可爱的女生 第三只呢叫范归纳妹 这个色号的话你一听名字就知道 它是一个很火辣的色号 就涂上嘴呢是稍微偏一点点紫调的 比较适合欧美妆啊 或者是那种甜酷的妆容 薄涂的话是比较日常 但是厚涂的话就是那种霸气郁解风的感觉吧 还是挺有气质的 这几只唇用呢它都是不显纯纹的 就是我自己最近基本上涂的都这几个色号 而且颜色也很好看嘛 就是质地我自己也很喜欢 如果是纯纹重的妹子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挺推荐的这个 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最近买了ZARA的这两瓶香水 因为我之前不是给大家送闲置的衣服嘛 我就往里面喷了一点点香水 可能它味道要更香一些 因为我自己最近要搬家了 所以说后面的有一些衣服 也是会送给大家 都是一些很全新的 因为我自己最近买的一些衣服都没有怎么退 就太多了 我实在是收拾不下来 像连衣裙啊 背带扣那些 基本上都没有退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弹幕里面扣个1 这次呢我买的是这种小容量的 一个是12毫升 然后一个是15毫升 都还是挺平价的吧 就是它这两个色号 哇 什么两个色号 我买了这两个香味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樱桃味 它呢是这个样子 它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喷一下 就是它这个味道的话 我自己觉得还挺喜欢的 就是前调也不是特别的浓吧 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那种 很浓的香水味 就是那种太甜腻了 我不太喜欢 这个的话就是有一股 很自然的味道 就是大自然的味道 那种森林的感觉吧 就是比较小清新的那种感觉 这个 第二个呢就是这一只香水 这个名字我忘记了怎么读 我到时候打出来 打出来字幕吧 它是一个这种滚珠状的 其实这个香水的话 我自己不太喜欢 它这个前调的味道 它这个前调的味道 就是特别的甜腻 一个那种很甜腻的花香味吧 所以说闻起来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腻 但是过久了以后 它就还好 就慢慢消散了 其实也还好吧 到后面看大家喜欢 那种感觉 我自己不太喜欢那种腻的 我喜欢稍微清新一点的香水 下面一个产品呢 就是小猪姐姐家的这个美妆蛋 这个美妆蛋 我当时看很多人都在推荐嘛 我就去买了一个回来 它这个包装 我自己还蛮喜欢 就是很有质感 很卫生的 然后里面呢是有四个蛋 一个两个小蛋 两个大蛋 这两个大蛋呢 一个是这种斜切面 然后一个是水滴状的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打湿了 这个是没有打湿的 就是它这个对比 其实它这个回弹念还是可以的 但是吃粉的话 也是有一点点吃粉的 就这个呢 它的上妆也还挺服贴的 但是我自己用下来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到 特别特别惊艳的程度吧 就是和我以前用的那种美妆蛋 也都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朋友推荐 给我的一个特别实用的东西 就是这个U-Like的脱毛衣 它呢是无痛脱毛的 高端品牌 销量的也是第一 然后呢 它也是很多明星代言的嘛 我自己比较喜欢 它这个颜值 真的很复古 很好看 这个绿色 虽然我自己没有买这个脱毛衣 但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毛孩 就是我自己的手上的毛 和腿上的毛都比较多 有这个需求已经很久了 我腿上的毛是天生的 但是我手上的毛 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 骨折打了石膏以后 这个毛就长得特别特别的多 这个脱毛衣呢 它是有一个电源线的 它是插电款 不是充电款的嘛 然后呢 用之前你就要需要用这个刮刀 把自己的毛刮干净 它就能更好地 作用到你的毛囊里面 用的话 就是侧面这里开机 然后用这个出光口贴紧皮肤 这里灯亮了 就说明已经贴合皮肤 可以出光了 不亮的话 即使你按了 它也是不会出光的 它可以单打 也可以按住这个打光键 拿一回扫 因为我自己是第一次 用这种脱毛衣毛 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它这个南宝石的材质呢 是很舒服的 就冰冰凉凉的 我在同一个地方 打三四次都不会痛的 那种真的是一点都不痛 然后就是它这个平面 贴合皮肤是很紧的 所以说效果也是很好的 我自己用了一两周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毛了 而且后面也没有怎么长毛 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 比我之前用脑织的T恤 效果要好太多 真的是不能比的 但是后续呢 还是要继续使用 去抑制毛发的生长 但是可以慢慢的 降低它的频率 就是从一周一次 到一个月一次 再到两个月一次 但是我觉得这个 真的特别的好用 就是解决了 我的一个心头大患吧 所以我就把它安逆 给大家拥有 跟我一样拥有 相同烦恼的姐妹们 然后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最近买的几块修容 因为这几块修容的 都是网红单品嘛 比较热门的 我就说一下 我自己的使用感受吧 首先呢 就是Mac的这个Omega 这个Omega呢 是我12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买了 然后也是一直在用嘛 它这个粉质呢 是很细腻的 不会非粉 我觉得比较适合 新手挡去修鼻子 这个地方 真的特别的好用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新手挡 直接是用了这个嘛 它就是你自己 如果是下手中了以后 它也是不会特别的脏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这个我比较推荐 第二个呢 就是PF的这个黄油修容 这个修容其实也是一个 很火的网红 但是你基本上去做功课 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它的外面包装呢 是这个样子的 里面呢 是给你送了一个 这种小镜子 所以可以随时补妆 我买的是一个古铜色 这个色号呢 它是比较适合黄皮的妹子 然后里面的香味呢 我自己有点点不太喜欢 因为它这个香味的话 好像有点褒贬不一 就看大家自己的喜欢程度吧 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 这种腻的味道 就是比较浓浓的椰香味吧 我自己用起来感觉 就有一点太腻了 我自己可能不太喜欢 然后它这个粉质呢 是比较软落的 也是比较好推开的 这个粉质 我自己用了一次 我基本上用的 就是打这个骨子 因为我自己觉得 这个骨头有一点点太大了 基本上就是修了这个地方 我觉得也还是挺好用的 这个 第三个修容呢 就是这个三色修容 这个修容呢 它是这个样子 也是一个网红单品吧 里面呢 是有一个小镜子 然后是三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 它的显素度也是比较自然的 所以说用起来的话 我觉得新手档 也是比较友好的 然后它是没有什么味道 我这一点还比较喜欢 但是黄油的那个 真的味道有一点太腻了 其实上脸以后还好 就是自己不 途径的去闻的话 就还好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上个月收到的 素姬给我寄过来的 骨光肝太原液 和这个他们家的面膜 其实我自己 已经试用了十几天了 然后最近也是一直在用嘛 素姬呢 它是一个新的国货护肤品牌 其实他们家呢 是很多国内外药店啊 和护肤品的 骨光肝太的原料 生产量之一 所以说用起来的话 大家介绍呢 就是这个骨光肝太原液 它打开以后呢 是有一股淡淡的玫瑰香味 不是特别的浓 就是闻起来很舒服 我比较喜欢这个味道 然后呢 就看一下它的这个水的质地 它是一种透明的液体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水的流动性 还是很强的 而且它这个水呢 上脸是很清爽的 就不会有那种黏力的感觉 它的这个主要成分呢 就是骨光肝太和烟纤案 其实烟纤案 大家都知道是美白的嘛 然后骨光肝太就是比较温和 它的主要功效呢 就是提亮美白和抗氧化的 其实因为我自己天天用 天天照镜子 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发现 但是脑猪说还是有效果的 所以说要坚持用才行 然后呢 就是这款面膜 这款面膜 其实是我和老猪一起用的 它里面呢 也是有骨光肝太和熊果肝的 就是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其实这款面膜 它的补水效果也是很棒的 就是用完了以后 感觉脸是水润水润的感觉 这两款产品呢 我是搭配在一起 使用的使用感受 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要分享的是 我最近买的一块高光 就是DING的这一款高光 好像是这样读的吧 我买的是Z001色号 这个呢 它就是 这个质地就是有点点像那种 土豆梨的质地 摸起来很软糯 然后上手的话 它是很bling bling的感觉 就真的特别特别的闪 但是我今天脸上用的这个 好像就不是特别的闪 就是在手上真的特别好看 很闪很亮的那种感觉 我到时候拍一个 镜镜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一块 我当时做功课的时候 大家说这个很容易碎嘛 因为我自己还用的不多 等以后碎了以后 我再给大家反馈一下 然后呢 就是我买的这个胡椒粉的散粉 因为我自己到夏天以后 脸上会有一点点容易出油 虽然我是一个干品 然后呢 我就做了很多功课 买的这一款散粉 它真的特别的便宜 大碗 就这个满满一瓶都是 我觉得可以用好久了 可以当一个传家 把我传下去了 这个它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是一个无色的 就是上脸的话 也没有什么感觉吧 它这个粉质也是比较细的 但是呢 我觉得上在脸上的话 它是不会遮住毛孔的 而且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这个真的不太好用 就是我每次倒出来都会倒多 然后呢 就是搞得我买身都是 就它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可以去买一个那种 专门分散粉那种盒子回来 会更方便一些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收到的这一款百丽 他们准备在6月1号 发售的这一款脑跌鞋 因为百丽也是一个大品牌 这次呢 和他们合作呢 我自己也还是比较荣幸的 然后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介绍这双鞋子吧 它这个外观设计 敏感来源于金鱼 我选的是一个海藻绿色 就是一个大面积的绿白 然后点缀了一点点红色设计 这个配色的话 我自己还比较喜欢 就是一个比较复古的颜色吧 它这个鞋底呢 是这种橡胶防滑的鞋底 而且它是耐磨的 穿在脚上就很舒服 接下来就说一下 这个鞋子上脚感受吧 因为这双鞋子 我是过年的时候就已经说到了 然后也是一直在穿嘛 它这个鞋子的鞋底呢 是运用了百丽的灵动科技 这个灵动科技呢 就是讲的是 创新的分子颗粒 经过高温发泡形成的 轻弹材料的技术 然后在高温高压下 膨胀均匀形成高弹分子颗粒 说白了 大概意思呢 就是这个鞋底是膨胀形成的 很轻很软 而且它的弹力很好 因为我自己穿这双鞋子 真的穿了挺久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发言权的 它这个鞋子真的特别的轻 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 而且穿在脚上呢 它这个鞋底是比较软 就不会磨脚也不会泪脚 是比较透气的那种 所以说我自己穿了这么久 也没有出汗的情况 平时出门逛个街啊 都还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这个颜色呢 也是比较百搭的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我自己是一个小个子嘛 它这个会有一个增高的效果 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 然后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买的两个眼影盘 首先呢 就是这个橘朵和 Hello Kitty的这个联名 其实我自己买了以后 是想做测评的 但是呢 我一直都没有做 一直拖着 今天就直接给大家分享一下 里面呢 是有一个这样的镜子 然后呢 是20个颜色 其实这些配色 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 但是就是因为颜色太多了 所以说我觉得 有一点点难以下手 我就需要去搜一下教程去画 我今天这个眼妆 也是用这个画的 就是它这个上色度 还是挺好的 也不怎么飞粉 然后我比较喜欢 它这个亮片色 这个亮片真的很好看 就是很闪很闪的感觉 这个的话 我自己后续 还是要再多练习一下 第二个盘呢 就是我买的 Colourpop的这个 猫头银盘 它总共是有9个颜色 其实这个颜色呢 它就是偏大地色一点吧 但这个我真的是哭了 我自己用了第一次 它这个珠光色 就整个全部都碎掉了 掉在我的身上 哇 我真的好熏童啊 然后把我这个眼影盘 全部都搞上了 它的这个颜色 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颜色的上色度 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也还挺好用的 不怎么飞粉 就是它真的太容易碎了 我之前买的 Colourpop的那个土豆梨 也是很容易碎的 后面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 首先呢 就是这对表 这对表呢 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 这个是去年 我和老猪纪念日的时候 它送给我的一对情侣手表 就是天梭的 比较经典的这个机械表吧 这个表的话 它是有两个表带 可以自己选择 它可以选择机械表带 然后可以选择这种皮的表带 我选的是这种皮的表带 因为我不太喜欢 那种机械的表带 可以看一下 我的是这种棕色的 就是比较小巧的那种 也还蛮好看的 但是这个表的话 但是这种机械表呢 它就是 它是靠你自己动 然后它去动的 如果是你一两天不戴的话 它可能就会不走了 那我这个表 我有时候一两天不戴 它的时间就有点不准 然后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收到的一条裙子 就是它的名字叫海苔 这个裙子 我当时看的图片 都不是很种草 但是我拿到手一上升 我觉得真的真香 真的特别的好看 我是买的42mm 我就有点后悔 没有去买一个长款 我觉得长款应该也还挺好看的 而且它这个褶子呢 是很锋利 面料也是很舒服的这种 因为我买了很多的裙子 它都没有发货 大家也一直在催我 GK制服的裙子 都等我发货了以后 然后再给大家 我就收到了这一条 然后呢 就是我和GK制服 搭配的一个制服包 我总共是买了两款 首先呢 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一款 然后就是这个黑色 我更喜欢这个黑色 我觉得黑色要更百搭一些 而且它也挺有质感的 这个白色的话 它就是一个这种帆布的袋子 上面呢 是这个样子的 里面的容量也还挺大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黑色 我觉得这个黑色 真的很有质感 就是挺好看的这个 也是比较百搭的一个款式 然后呢 就是我在阿里巴巴上面 批发的这个明信片 我买了很多 因为我想给大家写信嘛 我就是去实力店看了一下 基本上一个明信片的话 都要十几块钱 十几块钱一盒 然后这个呢 它是只要三四块钱一盒 我买了很多 就是有各种不同风格的这种 关于这种花的呀 然后有这种小女生的呀 还有这种小猫咪的呀 就每一盒的话 基本上平均只要三四块钱 四五块钱 还有这种新式备忘录 和情侣相关的也有 它里面的明信片的质量也很好 是这个样子的 随便打开一盒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还买了一些这种 电地贴是这种 涂鸦日记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你可以写你的那种计划表啊 这种什么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信封 我买的是这种古风的信封 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好看 里面放一个明信片的话 很有心思的这种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东西呢 有一点点多 有点杂肉 大家喜欢这些视频呢 就希望能够关注我 别忘了点赞 投资点赞 收藏一下吧 拜拜 拜拜